停車場停的滿滿滿 毫不容易開上山 卻找不到停車位 就因為現在不只台灣人 要衝阿里山上美景 國門大開後 就連外國人也來跟著 擠上山 跨年連續假日這三天 在兩個月前已經都客滿了 那平日也有吃到 很多的一口住房 那最主要因為 最近這個假期 是屬於新馬的一口連續假期 所以每天大概都有些 起碼客人來這邊住宿 夕陽西下 雲海翻騰 秋冬限定的琉璃光好浪漫 另外風紅也來替景色妝點 到了初春 則是粉嫩的櫻花陸續綻放 加以阿里山四季 有著不同美景 還能搭乘靈鐵深入山林 不只國人喜愛這玩法 國門開放之後 新加坡 馬來西亞的遊客 也來搶訂房 外國跟馬來西亞 平均的話 東南亞的客人 大概有賺到一到兩成 出發前沒提前預訂 等到上山後再找下榻的地點 恐怕得飛一番心裡 隨著邊境解封 外國觀光客的湧入 想到國內的熱門景點遊玩 訂房速度可得再砸快了 華視新聞持人幫周杰英雄 蕭雅欣嘉宇報導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